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看了明镜专访郭维棍先生的第六期 这次时间长达将近四个小时 内容也是非常的震撼 因为这次专访的内容非常多 涉及面非常广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期的内容 不能陷入一些具体的细节 这样就会造成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要站在一个制高点上 看几个重要的事情 那么第一件事情 就是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他显示出中国现在的贪腐 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就叫做公开贪腐的阶段 我们看王朝的末期 一般来说他都会出现这种 叫做公开贪腐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在清朝末期 当时就是公开叫做买官卖官 贪官们都是公开的欺男霸女 完全是叫做 就是说胡作非为 没人敢管 也没有人去管这些贪官 所以说在贪腐的第一个阶段 他实在是出于一种叫做秘密状态 在第一个阶段 就是你贪官有个情人 他也不敢公开 只是秘密的包养 是偷情而已 可是进入贪腐的第二个阶段 他就不一样了 根据郭文贵的爆料 就是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他的情人王芳 那就是基本上是半公开的 他不是一个秘密的事情 很多警察官员甚至是高官 都知道王芳是孟建柱的情人 根据郭文贵的爆料 中共各个部门的机构 知道王芳是孟建柱的情人 这些知情人大约有几万人之多 我们根据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看看都有些什么人 知道王芳是孟建柱的情人 第一些人呢 就是武警这些等等 这些保卫人员 比如郭文贵是这样说的 更重要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一个 这里边大家都没关心的事实 所有在他出现的地方 都有武警 伴武 公检法 第二些人呢 就是一些市委书记等等 地方官员 郭文贵是这样说的 到这个江西去所有警车开道 住的吃的全都是省委待遇 所有陪他的是市委书记 全程24小时陪 第三些人呢 就是像什么省委的这些政法系统 就是省委一级的官员 郭文贵是这样说的 原来的政法委书记叫李文喜 李文喜的手下多次说起 这些人就不要脸到了极点了 全辽宁政法委围着一个王方转 什么样的人能指挥一个辽宁的政法委 连纪委都去参加这个会啊 完了唱完哥们之声 一个叫严新的咔咔咔鼓掌 一鼓掌大家知道 这肯定是他 第四些人呢 就是像公安部国安部等等的 这些高级官员 因为王方和杨岚啊 他们两个人打架 当时候是由公安部 国安部的这些高级领导 出面来劝解的 一般的女人打架嘛 一般的警察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呢 这些警察们都知道 王方和杨岚这两个人的背景太厉害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打架 一般的警察 他根本都不敢去管 所以最后只好让公安部 公安部的这些高级领导 出面去欠解 郭文贵是这样说的 杨岚 我在说这说杨岚 杨岚两三次跟他打架直出 我说为什么他跟杨岚打架以后 打完架你都是什么结果吗 打架是北京市安全局出人去协调 安全部的人出现协调 而且是武警有人出面协调 什么样的两个女人 打架让安全部的领导出面协调 谁有这个指挥 第五些人就是这些文化界的这些人 比如说201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王方是孟建柱的情人这样一个特殊身份出场 那么冯小刚的人这些导演啊 他们的人他们都是知道的 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也都知道 郭文贵是这样说的 而且他进中央电视台2013年 冯小刚先生来这个作为导演这个节目 所有的黑幕在北京 你不知道不等于不知道圈里都知道 这个把宋主英啊 谭京啊 张也啊 等等这些 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人 全部给拿掉 只衬托出一个叫王方 这是中国的一个美声的一个节目 重中之重的节目 这就像相声小品一样 给了他一个人 而且是用武警文工团的人来办武 甚至啊 王方他自己也不忌讳 他公开啊 亮出我自己就是孟建柱的情人 他这个身份 而且这个王方他做事情 都是非常的这个大胆 狂妄的 根本是无所顾忌 他不在乎的 郭文贵是这样说的 因为这个王方在生活中 极为高调 极为嚣张 极为专横跋扈 骂人张口就是三只精 而且从来不忌讳 在酒桌上不忌讳 故意显示 啊 我给首长打电话 打的就是孟建柱 有时候打给孙立军 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呢 就这样我们圈点下来 差不多有几万人 他都知道 王方是孟建柱的情人 可是呢 这些人不但 不敢去截取揭发 反而都害怕王方 反而呢 是百般讨好王方 他们根本就不敢惹王方 郭文贵是这样说的 赵本山这一辈子 黑白两道不怕 就怕王方 他连李峰不忘了眼里边 王敏不忘了眼里边 他怕王方 求王方 凭赵本山先生的本事 他能知道这情况吗 凭什么呀 在沈阳辽宁一带 那这几个人物 最牛的几个人物 能杀原谱警全家的人 见王方 那就见了 那见了个祖宗一样 是王方 他腿上有导弹 他脑袋上有核武器 他手里边抓着这个 这个鹿青花甲丸呢 你那么害怕 当然不是 是怕他背后的那个人 有人认为啊 说郭文贵 说到这个 孟建柱和王方的这些关系了 你应该提供一些 关于孟建柱和王方之间关系的证据 其实啊 孟建柱与王方之间的关系啊 有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是一个半公开的事情 这种半公开的事情啊 也是不需要什么证据的 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香港有很多黑社会 这个事情呢 香港人他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可是一个美国人来到香港 他不知道香港有很多黑社会 如果你告诉这个人 告诉这个美国人 你说香港有很多黑社会 美国人听你很惊讶 他问你说啊 你有证据吗 面对美国人的这个问题 你需要拿出证据来吗 你不需要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他对香港的问题 他不知情的问题 如果这个和这个不是你的问题 如果美国人他不相信你说的话 他可以自己去香港去各处去打听 他不应该问你要证据的 同样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郭文贵他说 穆建筑物和王芳这个情人关系啊 已经有几万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自己 你可以去自己去打听吧 就是不需要问郭文贵要证据了 这个呢 就像这个皇帝的新装里面讲的那样的故事 就是皇帝他没穿衣服 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敢说 就是现在啊郭文贵就是把这个皇帝没穿衣服 这个事实给说出来了而已 那么为什么穆建筑他就敢这么公开的 无法无天的横行霸道呢 就是因为他手里有刀把子 有正发尾 没人敢惹他 尽管啊 有几万人他们都知道 穆建筑这个贪腐是非常明显的 有很多高官 他们更知道这些细节 但是也没有人敢去捡取揭发他们 而且呢 据郭文贵的爆料说啊 就是 孟建筑 他无论干什么事情 他都是打着习近平的旗号 一说起来就是 他是代表习近平来的 这样呢 就是可以把一些方案研究给吓唬住了 因为如果有人 他本来想向习近平啊 举报这个孟建筑 可是听孟建筑一说啊 他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特别好 是铁哥们 这样呢 那些本来想向习近平去举报孟建筑的人呢 他们也赶快打消这个念头了 因为习近平是孟建筑的铁哥们 你要去举报孟建筑 那不是自己是早死吗 那么孟建筑这么公开的 叫无法无天的横行八道啊 那么习近平到底知道不知道呢 我认为啊 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因为有一句谚语 叫做皇帝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 皇帝呀 其实他是完全被一些谎言所包围的人啊 这些大臣们 他最要欺骗的就是皇帝了 所以皇帝他看到各地官员 这个汇报上的情况 大多都是一些虚假的情报 或者一些半真半假的情报 一些片面的情报 一些误导性的情报 一些诱导性的情报 这些情报就把皇帝给他灌输进去以后 把皇帝就搞晕了 他就无法判断 无法搞清楚这个事情 到底是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除非是特别英明的皇帝 他才能摆脱这些大臣们的欺骗 他才能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一般的皇帝根本就被这些大臣们就给欺骗了 他等于说就把这个大臣就把这个皇帝给愚弄了 所以习近平对这个孟建筑他这些就是无法无天这些贪腐事情可能知道一部分 但是他能知道什么程度呢 这就不好说了 这次郭文贵把孟建筑这些事情曝光出来 很多事情啊有可能是实际是习近平啊他真的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这个曝光啊对于习近平就是认清孟建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还是有帮助的 另外我们看一旦一个国家他进入这个贪腐的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公开贪腐的阶段 那么你一切所谓改革都不能再搞了 你必须要先铲除这个贪官盗货者集团 你铲除以后你才能搞改革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习近平提出说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么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在海外是遭到一片骂声啊 他们说习近平你这是搞倒退 试图回到这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 我也是非常反对这个习近平要提出把这个国有企业 所谓叫做做大做强的口号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国有企业效率是非常低的 那个私营企业的效率要大大好于国有企业嘛 这是西方世界的一个普遍真理了 所以大家就根据这个西方世界的普遍真理啊 就说中国只要搞这个私有化才是国家的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个道理的确实是对的 但是最近我看了郭文贵先生的爆料之后啊 我对习近平的所谓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口号 又有了新的看法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啊 私营企业优于国营企业那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在中国这样无法无天的贪腐社会啊 私营企业可能比国营企业还要更糟糕 大家都知道海航集团啊是一个典型的百分之百的私有企业 它是一个从国有企业变为私有的私有企业 那么海航这样的私有企业 它是比国有企业更黑暗更糟糕 你像中国民航这样的国有企业 你要用公司的这个公家的钱去买一架飞机 作为某一个权贵的专机 这个运作啊 也是很难的 而且你像中国民航这样的国有企业 你要是把几千万的美元 就是一下子转移到海外去 这个运作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在国有企业中啊 它毕竟还是有党委有纪委的那些检查机构的监督啊 不能说是你老总一个人说了算 你不能说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 可是在私有企业中间啊 这些什么党委啊 纪委啊 这些检查机构 一律都不存在的 这是老总一个人说了算的 他可以为所欲为的 你想什么海航啊 什么买个专机啊 什么花几千亿美元 把它转移到国外去啊 都是由海航的老总一个人说了算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上级的批准 所以说海航这样的私有企业啊 它是比国有企业更加黑暗 更加糟糕了 如果现在中国你搞一个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那么搞出来的这个私有企业啊 很可能都是海航这样的私有企业 也就是说把国有把国家的财产啊 就变成了权贵们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了 这样看来啊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可能还是这些抵制权贵 权贵集团来瓜分中国经济的最后的一个防波低了 我们如果不铲除这些现在这些盗国这些集团 如果在中国搞一个就在现在的情况下 你在中国搞一个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那恐怕是一场灾难性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那么习近平提出这个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口号 未必就是错误的 因此中国的腐败到了公开腐败的这个阶段啊 就是一切改革啊 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首先的任务 我们就是必须要铲除这个贪腐的盗国这些集团 你不把他们搞掉 什么改革都没有意义在搞的 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从顾文贵的这次爆料中啊 需要看到的第一件事情 在这次爆料里面呢 顾文贵先生对习近平 有提出了一些他的独特的看法 讲了不少习近平的事情 对习近平这个人呢 其实我们大家理解的并不很清楚 因为可以说习近平这个人 也可以说他是个伪装比较好吧 就是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一个想法 或者他真正的一个形态啊 我们看来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对这个人其实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 有人说啊 我是习近平的人 我要替习近平辩护 我要替习近平说好话等等之类的吧 其实这个完全是一个误解 我和习近平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也不准备替习近平去辩解 或者说好话 我为什么要说一些这个习近平的 好像你们看来是认为习近平的好话呢 我只是说我要站在一个比较客观 公正的地上上来看习近平这个人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报道 都是基本上是一边倒说习近平的坏话的 把习近平说的是黑的一塌糊涂 对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对习近平要公正客观的来看 特别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给看走了眼 这样子我们看走眼的话 会对我们对中国政治的认识 或者会对中国未来的认识 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希望把习近平的另外一面展现给大家看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的 没有注意到的另外一面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并不是说我要替习近平来搞什么辩护 而是说我希望大家看到习近平的另外一面 至于习近平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当然我们现在也看不清楚 那么还是等着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郭文贵特别提到雷洋的身份 他说 现在从你再看看雷洋应该是个人物 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是不是跟国安或者是政法这个口有密切的关系 他服务于别人 我先告诉你这样 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一个处长 绝不是简单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无辜的人 绝对不是 服务于什么人 现在我慢慢开始跟你们讲吧 我在以前做的视频中说 我有一个大胆的案情推理 就是推论雷洋是习近平或者地战书的情报人员 这次郭文贵虽然没有特别说出雷洋的具体身份 但他说雷洋服务于别人 不是一个简单的处长 郭文贵的这个说法也符合我的案情推理 也就是雷洋有可能是习近平或者地战书的情报人员 当然了 具体的案情 我们还是最后听郭文贵先生给我们点名吧 我这里只是一个案情的推理 另外 郭文贵还提到了大陆网络红人周小平和孟建柱的情人王芳 他们在雷洋案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就急于对雷洋案下一个评论 郭文贵说 为什么像雷洋的案子刚死完警察还没定案 公检法也没查 周小平和那时候还没公开婚姻呢 和这个王芳就以代表法官代表孟建柱的口气 嗷嗷的叫话就给审了 然后说这个竟然你看看王芳有一句话说 我抓方向盘跳车 谁跟你说抓方向盘跳车 谁跟你说抓方向盘跳车呀 最后警察都否认了 你王芳怎么能说抓方向盘跳车 因为我知道细节 怎么你俩就知道办案的问题 您觉得这简单吗 这不是事实吗 这不是证据吗 你俩怎么知道了这个事情 你俩咋那么着急出来来评价这事 而且竟然是还把人家孩子给带上 王芳 她的孩子以后上学咋办呢 你说她这话都能说得出来 周小平和王芳的原话是这样的 周小平说 关于这个雷阳嫖缠那个案件 其实网上已经炒得非常热闹了 但是网络上的这些大V在炒作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用了一个春秋笔法 这个笔法是什么呢 他们是把国资委下属中心主任这个雷阳 他的官员身份 巧妙的变化为了学生的身份 但实际上呢 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现在呢 是在这个国资委旗下的中心上班 他是一个官员 后来有网友就开玩笑说 说如果这个新闻在报道的时候 直接写说 国资委某官员嫖娼被捕 那么意图逃跑 这个与警察扭打 诱发心脏令而死亡 那么网络上肯定会是王芳 叫好之声 至少会是支持警察 朱小平特别强调 雷阳的身份是被调包了 他指出啊 雷阳不是学生 而是一个官员 朱小平用别人的口吻说 如果新闻报道如实说 雷阳是一个官员 那么网民就不会同情雷阳了 王芳呢 他则是这样说的 另外一方面的消息 我们把镜头转给王芳 警方的确采用了强制手段 制服雷阳 这样就留下了抓痕和预清 但警方并非在一开始 就使用强力手段 而是在雷阳抓扯私咬警察 抢夺方向盘 欲跳车逃跑的情况下 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 因此对雷阳的死 警方主观上无动机 客观上无故意 但这起事件的热炒背后 受伤害最深的却是雷阳的孩子 可是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我们可想而知 将来这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 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一定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 知道吗 他爸就是那个去嫖娼 然后心脏病发死了的那个 可有名了 王芳说的就更露骨了 王芳说雷阳抓扯私咬警察 抢夺方向盘 欲跳车逃跑 这些情况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王芳 他怎么可能知道警察才能知道的细节呢 所以王芳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疑点 王芳他又在转移视线 他拿雷阳的孩子说事 王芳说雷阳的孩子将来上学 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这类的话 这种话都是非常伤人的话 让人听了以后很气愤的话 其实王芳他就是故意要惹人生气 人们一生气 他就要跟王芳就争辩起来 就关于雷阳的孩子的问题 就开始争辩起来了 就把事情吵大了 这样人们谈论的话题 就会变成雷阳的孩子会怎么样 将来会怎么样 他就完全转移了 雷阳是怎么死的这个主要的话题 周小平和王芳的这个视频 是2016年5月11日出来的 也就是说雷阳他在5月7日晚上死了之后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是在5月10日 他报道了雷阳案 那么周小平和这个王芳他们这个评论雷阳的视频 他在5月11日他就出来了 可见是非常迅速的 但是就在十几天后 腾讯视频 优酷土豆等网站 把周小平发表的全部视频他都删除了 中宣部还发出通知 说是暂时禁止媒体采访周小平 在2016年5月29日 周小平在他的博客上就发表文章 他说 祖国腾讯视频正疯狂封杀爱国者 您知道吗 周小平的文章说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是全国青年副主席 而我是全国青年文艺界副秘书长 然而即便如此 就连我也无法在这个平台上 得到应有的言论自由 反而屡遭封杀和围堵 我的视频遭删除的同时 造谣污蔑中国的视频却被广为传播 这可能是某些境外势力收买的一些小编和管理员 周小平和王芳的这个视频 显然是反对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这些官媒对雷洋案的一种解释和报道 我们知道周小平和王芳 他是有梦见着这个保护神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全国的网站 他们还是照样敢于删除周小平和王芳的视频 显然了这个背后 他一定是有一个比孟建柱更牛的人 所以网络管理员们 他们才不怕得罪孟建柱的红人周小平和王芳 这个情况也符合我的大胆的案情推理 就是推理雷洋是习近平或栗战书的情报人员 这也由此可见 雷洋案的水不是一般的深了 雷洋案的这个背景是极其复杂 如果我们搞清楚雷洋案 他对于理解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 各个派系时间的政治斗争 都是一个教育人民的极好材料 所以我们今后应该继续关注雷洋案 把这件事情的事情给他彻底搞清楚 让这个真相大白于天下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